最近有看到那個李多慧的事情 想問你有遇過像類似的經驗嗎 其實是有 就是在去年的一個一日店長的活動上面 然後結束之後確實是有被一個 不知道是 反正我非常確定不是媒體 我執行先發現的 他有做了雷射 因為其實是他看著後照鏡 然後就說有一台車 從剛剛就一直跟著我們 他覺得很奇怪這樣子 我們就請那個司機大哥 就是開車開到那個飯店的車道 想說測試看看那一台 因為那一台車是他搭計程車 然後只要我們有變換車道 他就跟著我們變換車道 所以最後我們就是選在一個 人潮比較多的地方停下來 沒想到那一台車也停下來 那個人就下車 下車以後因為我一直很害怕 我就跟執行說我們要不要報警 然後執行就說我們先跟他 就是看看他有沒有繼續跟 我們就下車一直直走 他就一直跟在我們後面 然後越跟越近 然後我就越來越害怕 我說現在就跟我報警 所以我太緊張了 然後我說還是我們去找那個保全 就是百貨公司不是有保全嗎 反正後來呢 那個執行經濟就是有直接問他說 你現在要做什麼 然後他就說我想跟他講話這樣 然後他就很靠近很靠近 然後最後執行就對他比較兇 就是跟他說 就是我們現在不方便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把他趕走 就從那一場活動之後到現在 就是我每一場活動結束 我都沒有直接回家 因為我覺得太可怕了 我都會先去可能朋友家 或者是去公司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稍微待一下 確認沒有奇怪的人 然後再回家這樣 我又會做甚麼 說法 大家看看 要 Was You 這段